行政院长陈建仁这回也中招成了诈团冒名诈骗的对象 看看脸书贴文说陈建仁要赠送投资书籍5000本 还附上连结可以加LINE 这让外界看傻眼 原来这就是蔡政府的打炸绩效 陈建仁自称的打炸好棒棒 居然让诈团嚣张到 在太岁头上动土 行政院得知主子被冒名 晚间即发声明还强调诈骗网站 刑事局已经要求停止解析效率之快 那么六月上旬也被冒名诈骗的 台北市议员钟佩军呢 我在六月十号的时候报案 那在这个过去的将近两个月时间 只有接到一纸公文就通知我说 因为户籍地在这个大安区 所以要把这个案件全案移送到大安分局 就这样 然后目前为止就没有在下一步的动作 处置速度两样勤 而且不止钟佩军近期 高嘉瑜和游书会也沦为受害者 网友大酸果然权贵查案 就是比较快 更直言政府打诈骗打到被看没有 而且现在假冒一人的一堆有被停止解析吗 行政院的打诈纲领1.0版在苏仁昌时代就已经编了十四亿的预算 陈建仁升级打诈纲领1.5版再撒十三亿二十七亿的经费 从陈奎的切身经验来看 俨然都拿去打水漂 号称要打诈的唐凤和陈耀祥 这时通通静悄悄 越是标榜打诈的蔡政府 越是助长诈团的嚣张气焰 怪不得打诈国家队被击凤是最大的诈骗集团 解释温写凌晨又台北报道